国际狮子会300F区有鉴于这次纵谷强镇 镇巧市300F区的范围 因此由区总监纪乃镇号召17个狮子分会 以及国际狮子会捐赠大批物资及救助金来镇灾 并捐助了6000万元来任养副理箱东立国中校舍灾后重建的工作 华东纵谷强镇中断区域乡镇受灾最为严重 由于国际狮子会300F专区范围 救赎这一次地震灾区 因此今天下午区总监纪乃镇 率领专区17个狮子会成员前来玉里镇 将狮子会的爱心与关怀也能前进灾区 这里就是我们狮子会所谓的F区的地方 那我们狮子会发挥人力己力人机己机的精神 我们募集了一些物资 经由我们的国际基金跟我们的台湾基金 以及我们私有大家都贡献一己之力 也募集了很多的物资一起送到这边来 也发给我们的受灾户 区总监纪乃镇在强证后相当关注专区范围的灾情 二度前来勘真了解受灾民众的需求 也给予最适切的协助之外 号召专区各分会有钱出钱 有利处理捐赠大批物资以及救济金来赠灾的同时 也向国际市职会争取任养副理箱东里国中灾后重建的经费 当然大家心情都同表哀伤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化悲愤为力量 我们除了这些物资以外 我们特别任养副理箱的东里国中 为这些来重建他们的校舍 让学生赶快回来上课 国际市职会全力协助玉里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城高度肯定 代表镇民致政感谢状 同时也积极推动灾后各项重建工作 以及相关的灾灾救济 让各界的爱心尽快送达到灾民以及弱势户的手中 我们请这样包括里长 包括林长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里干事 我们做一个前面性的一个了解 尽量把这发掘出这个 比较迫切需要或者是弱势团体 独居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对象 作为我们包括物资的发放 包括我们现金的一个救助 不要有重复重叠 这个收到这个相关的物资 把这个物资花在这个刀口上 发到这个最迫切的对象 这一次的强政除了政府公部门 民间企业慈善基金会 甚至社团机构也纷纷慷慨解囊 让受灾民众及时受到照顾与关怀的同时 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协助受灾户重建家园 让重灾区不孤单 记者十一欲栏玉立正采访报道